调查组已经进驻 长沙比亚迪目前正常运转 炒股就看 权威 专业 即使 全面 祝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5月8日下午3点 细雨萌萌中 证券时报一公司记者 来到深陷环保漩涡的长沙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环绕公司一周 可能是因为下雨的原因 记者在部分路段闻到气味 并未到刺鼻的程度 公司大门卡车 人员进出频繁 似乎不愧受到环保事件影响 门口保安和公司工作人员均向记者表示 公司正常运转 需要关注的是 调查组已经成立 针对群众反映 比亚迪与花区工厂气体排放相关情况 长沙市委 市政府已成立调查组 组织政府职能部门 第三方检测机构以及相关专家 进驻比亚迪与花区工厂展开调查 长沙与花区工作人员向证券时报一公司记者表示 本次进驻机构 为周边小区居民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5月7日晚间 比亚迪官方微博发布声明称 园区排放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及标准 在紧爱工业园区的部分居民区或存在异味情况 公司已采取相关措施 并积极改善 不过 针对排放超标引起流鼻血的情况 比亚迪进行辟谣 表示这属于恶意捏造关联 公司已报警 并将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记者首先来到长沙比亚迪的正门 人人车辆进出正常 并无紧张气氛 深呼吸一口 也没有异味 保安人员向记者表示 公司最近几天没有停产 正常运转 记者在连环保东路往西行驶约200米不到 闻到一股类似烧焦塑料的气味 味道刺鼻的程度 又转上兴安路 100米后就是长沙比亚迪的二号门 也是公司生活区入口 门口是雨花比亚迪招聘中心 这个入口社会车辆众多 虽然下着雨 还是人流如知 证券时报一公司记者 询问旁边缆克勒摩的司机 他告诉记者 这里是生活区 他经常在此缆克未闻到明显气味 旁边一位路人插嘴道 气味大的地方 一般是正门和三号门 在延兴安路往北行驶 进入比亚迪路 就到了三号门 该门在地图上并没有标注 值得一提的是 三号门对面就是包括中建加和城 在那几个小区 三号门进出的都是托运比亚迪整车的大型卡车 记者在观察的五分钟内 卡车络绎不绝驶出大门 此处气味也很浓厚 但旁边一位卡车司机告诉记者 因为该区域重型卡车重多 这里的气味应该是柴油尾气 证券时报一公司记者 随后走访了长沙比亚迪周边的景环小区和中建加和城 景环小区一位60多岁的老人告诉记者 两个月前 他站在阳台上 就能闻到刺鼻的气味 现在有咽言咳嗽症状 中建加和城的张女士说 他有两个小孩 一颗两岁 一颗六岁 近两个月来 一颗流了两次鼻血 一颗患上了鼻炎 加和城的草坪上 一位在沙子堂加和小学就读的小学生说 最近上学的时候 确实有闻到刺鼻的气体 证券时报一公司记者同时获悉 相关政府部门已经组织人手 在相关居民区摸牌情况 有上述小区的交流前称 未扩大调查范围 5月8日 长沙市卫健委 教育局 生态环境局 三个部门联动 将派专人到中建加和城小区调查情况 但截至记者发稿 上述调查会暂未召开 在长沙宇花经开区管委会 一位工作人员向《证券时报》一公司记者表示 目前长沙市委是政府已经成立调查组 政府一向把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 希望外界给调查组一点时间 此外 该人士表示 目前并未收到长沙比亚迪的停产通知 公开资料显示 长沙比亚迪成立于2009年8月 由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和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注册资本10亿元 租落在长沙宇花经济开发区 占地面积约180万平方米 2021年5月27日 比亚迪公告称 长沙工业园主要生产11、12、13等一系列车型 与滴滴出行合作的网约车专用车型第一 以及原EV、SongMax等车型 截至2020年末 整车年产能为20万辆